第一继续 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说 重新render的三种条件 对吧 重新render的三种条件 有三种 一会我们会给大家一一演示 第一个是state的发生变化 我们刚才已经 其实已经知道了 state的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应该怎么变 第二个状态是props发生变化 就是组件的负极 也就是是负组件 传递的参数发生变化 如果负组件传递的参数 发生了 就是负组件可以改自己的参数 只有子组件 就是被传递进来的是不能改的 那么这个时候 相应的子组件 也会发生render 我们一会会给大家看 然后第三个就是强制render 就是我只要不开心 我就掉一个fault update 它就强制掉 能理解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代码 第一种情况 这个state的这个 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种情况 就是props发生变化 props怎么发生变化 我们还是在刚才这个例子上改 在刚才这个例子上改的速度还是快 004.html 好 在这个例子上改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设定两个 我们不再设定 等会儿啊 这个3 3上面这还带着 这还带着这个呢 把这个去掉 4 我们现在把这改一下啊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parent 啊 parent 这个这个 那么parent里边呢 我们给一个 第四state 5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 fn呢 也是 fn呢 我去很 很优雅的去setstate ok 这个也都去掉 这都这都没有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呢 在这里边呢 我除了这个那什么以外 然后的话呢 我去 我就不这么弄了 我直接在这呢 一会儿我再定一个子组件 我现在就把子组件写在这 A 我把这个东西给它传进去 就是 this.state.a 看到吗 是 这是副 这是副组件啊 就是说父亲组件 父亲组件拿了自己的state A开始往子组件里传 好吧 我给这么个东西 然后后面呢 这个不用 我们这给一个input type等于 这呢 是叫副组件 我们为了让您看出来啊 好 input button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 就叫加一吧 然后它的unclick呢 正好是this.fn 也就是说 我在上面 这这数受我控制 然后我还把这数传给你了 理解吧 你记住这里面传进去的 全都是引用 这里面 在Java Screaming 这里面传的都不是直啊 都是全部都是引用 好 那底下呢 我们再来一个 写一个子组件 class child extend extend react.continent 这个没有提示 有的时候写错了都不知道 感觉像在记事本里写的代码一样 真是 啊 trops super 然后底下直接是render 那么这个render 那么这个render呢 我们看一下retrain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上面有一个 上面没有渲染了 我们把这个渲染拉到底了 或者我们就要做副组件渲染 每次都是这个服务 子组件渲染 好 那么在这 在子组件呢 这里面呢 我就搁一个 deaf 我也不改东西 反正 杠地 然后在这呢 我放一个叫子组件 然后呢 我把子 上面这个 上面传进来是第四点 props.a 对吗 OK 我再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呢 底下这个就不用了 这都拿掉 这个也不用了 拿掉 这个压根就不对啊 这个压根就不对啊 这是parent prent 04 我们来看一下04 放大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 副组件给了一个5 副组件把5给了 给子组件了 然后我们看 副子组件 显然副子组件都应该渲染吧 对吧 然后我点 6 看到了吗 子组件变成6了 副组件渲染了 子组件也渲染了 看到了吗 副组件渲染是因为你副组件掉了 虽然你副组件没显示这个state 但是你只要掉了setstate render就会被调用 但是子组件是这传进来这个引用 你看子组件在转 明白吧 如果大家需要看那什么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副组件这再加一下 比如说这加一个br杠 我可以放在这 大家就能看到它同时在变化 好吧 这是子组件是副组件 这个button是属于副组件的 我在动的时候 两个在一起的动 看到了吗 所以说这就是 这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会 而且你看 我动的就是那个 那个A 所以说子组件自己不能动 但是副组件可以动 而且副组件在动的时候 子组件跟着动 它的render会被跟着调用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第二个的意思